观众瞩目的CRB终于开放第一期的申请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CRB的申请流程 大家好,我是多资处福利部的Rena 那么大家进入到政府官网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CRB复苏福利已经更新了申请流程和申请方法的细节 那么大家可以首先登陆CRA我的账户 在首页也就是overview页面 会看到上面有个蓝色的框框 有两个疫情相关的福利申请通道 上面的是CRB 下面的是之前的CERB 那么大家可以点击上面的通道 进入CRB复苏福利的申请页面 进入页面后大家可以看到有三个选项 如果是想要申请复苏看护福利的话 就选择第一个选项 如果是想要申请复苏病假福利 就选择第二个 那么一般来说大部分大家需要申请的 就是第三个选项 也就是复苏福利 选中这个选项之后 点击Next进入下一个页面 好的 那进入到下一个页面之后 会看到有一长串的选项 我们可以把这个页面分为三个部分来看 那第一个部分也就是上面的部分 是需要大家看一下自己是否符合申请资格 那么从上往下 这些申请资格依次为 你居住在加拿大 至少年满15岁 有有效的公卡号 2019年2020年或过去12个月 有至少5000的收入 那这个收入呢 是包括自雇 不拥 产金父母金 以及魁省的父母金 那2020年9月27开始 你没有主动辞职或者主动不工作 除非是在合理的情况下 你在主动的寻找工作机会 你没有在合理的情况下拒绝工作 你没有因为自己的原因 限制工作的可能性 你不符合意爱的申请资格 你没有申请过网页上面列举的这些福利 那这些选项呢 你要全部都符合 并且选中左边的小框框 才可以领取到CRB福利 中间的部分是询问你现在的工作状态 如果你是因为疫情停止了工作 就选择第一个选项 如果你还在上班 但是因为疫情导致收入减少了50%以上 那么就选择第二个选项 下面的部分则是让你选择符合以上申请资格 以上这些选项的阶段 那么现在呢 只开放了第一个申请阶段 也就是9月27号到10月10号 那之后每两周都会开放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大家选中自己符合资格的那一阶段 并点击Next进入到下一页面 下一页面呢 是让大家再重新看一遍自己的申请资格 并认证自己是符合申请资格的 如果确认自己符合资格 那么就选中下面的小框框 进入到下一页面 最后在申请递交前 会让大家确认一下自己的Direct Deposit的银行信息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呢 需要更改 如果正确的话 就选中下面的小框 最后点击Submit提交申请 最后呢 会出现一个Confirmation页面 告诉大家申请已经成功 并多久会把钱打到你的账户 整体来说 CRB的申请流程还是很简单的 与之前的CERB有一些类似 那么我在这里建议大家 尽量还是采用CRA账户去申请 如果大家的CRA账户 遇到备索等等问题 建议大家尽快打给CRA去解锁 目前呢 有两种方式可以申请到CRB 一个呢 是从CRA My Account 也就是CRA我的账户去申请 还有一个呢 是通过电话申请 如果大家选择电话申请呢 有两个电话可以拨打 一个是1800-959-2019 和1800-959-2041 这两个电话呢 并不是人工客服 而是自动语音回复的机器客服 所以只需要按照要求 按键输入你的SIM公卡号 家庭住址的邮政编码 和出生日期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呢 也不用担心拨打电话号码之后 要等很久的问题 但是在打过去之后 语音呢 有提到一点 这一个申请电话有可能是暂时的 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 拨打这个电话去申请 所以建议大家 还是尽快去注册一个CRA账户 做好准备 那么我比较推荐的申请方式呢 还是CRA My Account 因为通过税局的账户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自己都申请了哪些阶段 方便大家做一些后续的准备 请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 订阅人员 根 аб呢